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安妮塔老师准备了一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故事叫做老婆婆的祈祷 从前在某个地方有一个非常贫穷的老婆婆 她没有孩子 也没有孙子来照顾她 也没有工作 她常常穿着破旧的衣服 在森林摘摘野果野菜来吃 也常常挨饿受冻 日子过得非常贫苦 这天 老婆婆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她实在饿得受不了 想要到外面摘一些野菜来吃 她到海边附近 一个很危险的山谷 有一条河流沿着山谷慢慢地流着 因为已经好久没有下雨了 天气非常炎热 所以河水变得很少 有些地方甚至只剩下一点点积水而已 老婆婆往积水中仔细查看 发现里面有很多小鱼正在积水里拼命地游着 老婆婆看到小鱼开心地想 哎呀 实在是太好了 哎 赶快把它们抓回去 如果吃不完 还可以拿去换米 这样我就不会挨饿了 她边说 边伸手要去抓这些鱼的时候 其中有一条特别大的鱼 突然看着天空 对着天空说 天上的神啊 请你立刻让乌云密布 下一场大雨吧 什么 鱼竟然会开口说话 这让老婆婆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为了要看看是不是真的会下雨 老婆婆便坐在河边等着 过了一会儿 天空真的开始乌云密布 接着就真的下起了倾盆大雨 山谷里的河水一下子增加很多 鱼在水中像松了一口气一样 自由自在地游着 也因为这样 老婆婆抓不到鱼 只好改摘一些野菜回家吃 回到家后 老婆婆越想越觉得神奇 没想到天上的神明居然会实现鱼儿的愿望 于是 老婆婆也决定开始祈祷 她每天都对着天空说 爱天上的神明啊 我的要求不多 只希望你能赐给我足够吃饭的钱就够了 天上的神明啊 爱求求你实现我的愿望吧 老婆婆天天不间断地祈祷 而住在隔壁的老爷爷 因为一天到晚 听着老婆婆的祈祷 而觉得非常的烦躁 到了第五天 隔壁的老爷爷实在是受不了了 她趁着老婆婆在向天祈祷时 偷偷地躲在屋顶上 并将一枚钱币丢了下去 老婆婆开心地热泪银筐说 哎呀 天哪 天上的神明终于听到我的祈祷了 哎呀 赐给我一枚银币 太好了 太好了 老爷爷捏着鼻子 假装是天上的神明 对老婆婆说 这是我第一次给你钱币 也会是最后一次 人不可以不劳而获 你每天向我祈求钱币 是不对的 应该要好好的工作来赚取钱币 这枚钱币希望你可以好好地利用它 老婆婆听完假装神明的老爷爷说的话后 发现自己之前 每天只顾着向神明祈求钱币 却忘了 人不能不劳而获的道理 这天过后 老婆婆用这枚钱币买了针线 开始做起帮人缝补衣服的工作 有时也会帮人打扫房子 帮忙农作物收成 老婆婆虽然到最后 并没有成为一位大富翁 但是也没有再挨饿受动 每天都过得很踏实 很满足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不劳而获吗 所谓的不劳而获 就是想着不做事情就能得到好处 就像故事里的老婆婆 没有想到要靠工作赚钱 一心只想要祈求神明 从天上掉钱下来 但是钱真的会从天上掉下来吗 如果祈求真的有用 我想爸爸妈妈们都可以不用工作 每天只要陪着孩子们到处玩乐就可以了 对吗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